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8日 唐迪拿恶斗比兰伦斯 普超地念五轮围场在周二凌晨进行 联赛副班长比兰伦斯做客挑战唐迪拿 两队目前成绩都非常糟糕 比兰伦斯身陷降班漩涡不能自拔 至于唐迪拿连战连败同样也难以解除危机 很难对各自胜算大小下定论 各位观众不妨留意 M直播届时将会为大家直播这场爱兵相斗 唐迪拿近年成绩向来不济 常年收官排名中下游 处于降班区边缘 哪家常便饭 反正已习惯被视为渔南部队 赛季至今 唐迪拿取胜六场不算最少 可是最近状态差得可怜 连场遇到排名比自己高出不少的对手 遭遇四连败 并不让人出奇 留意数据 其实唐迪拿进攻表现比不少队伍可观 包括博度爱美达 祖安保希利在内有四名球员至少攻入三球 球队累计30个入球是目前联赛的中位数 无奈防守却是一塌糊涂 47个失球之 多暂时无其他队可及 难怪在比赛中常常呈现入不敷出的惨况 阵容方面 后卫阻达甘卡维斯和中场施蒙尼 梅拉托尼继续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比篮伦斯近年的水准颇为飘忽 好的时候可以在积分榜中游或偏上 不景气的话 则轮落到降班安全线边缘 竞争力可谓不运不火 本赛季 这只受关注程度一般的球队 频繁遭遇宰割 24轮战霸仅得三个胜场 失球数仅次于唐迪拿 和阿洛卡并列第二多 最不利的是 比篮伦斯的进攻水准 简直合不超脱节 累计只有14个联赛入球 还不到唐迪拿的一半 实实在在的攻无力坚守不住 也许稍微值得安慰的是 2018年至今 比篮伦斯与唐迪拿联赛交锋八次 路德四胜三合一负的优势 不过要清楚 刚好落败这场就是 本赛季首循环主场输零比二 宗观比篮伦斯本赛季联赛做客成绩 他们是唯一一支位获胜季的球队 总共只入四球 此番出征最现实目标也许是 带走一分全身而退 阵容方面 后卫泰邦菲迪等人养伤B站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